娱乐圈有很多被贴上扩台标签的女明星 她们的共同点都是颜值过人 早早的淡出娱乐圈 嫁入豪门结婚生子 不过其中很多艺人沉寂一段时间后 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付出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她们 近日 于正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女神李嘉欣的杨贵妃造型照 算是证实了李嘉欣付出参加某综艺节目的消息 李嘉欣在1988年参加香港小姐评选 最终摘得冠军 从而进入演艺圈 拍摄了《妾女幽魂2》 《方世玉》 《黑马王子》等清点电影作品 直到2008年 李嘉欣与富家公子徐靖亨在香港举行盛大婚礼 2011年生下一子之后 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上一次出现在荧幕上 还是2009年出演电影《十月围城》的时候 如今选择付出引发无数网友热议 据说嫁入豪门的李嘉欣 如今每月有200万生活费 但对于用惯了奢侈品的女明星而言 可能还是有些紧凑 所以不少人都猜测 李嘉欣这次付出最大的目的是赚钱 网传李嘉欣这次参与综艺节目录制的酬劳 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 不过也有报道称 李嘉欣身家丰厚 不愁吃穿 付出并非是后酬理由 而是想寻求事业突破 加上儿子许剑彤已经长大 不用他提升照顾 所以才选择参加节目录制 说起理念 很多人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标签就是阔态 当初拍摄完电视剧《窝居》之后 凭借海藻一角获得极大关注 人气迅速飙升了他 接连拍摄了《别对我说谎》 《午夜心跳》等影视剧作品 就在他事业蓬勃发展的阶段 李念突然公开表示自己已经订婚 2011年 李念在社交平台上承认 与阮营赛夫合伙人林和平 已经在香港登记结婚 之后的4年时间 接连生下两个孩子 虽然在这期间有过短暂的付出 但是有关他的新闻 大多数都是扩台生活相关的 后来李念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 生完孩子那段时间 身材已经走样 没有自信接戏 而且那个时候在怀孕和恢复期 我觉得没有脸出来演戏 胖死了 我两胎都150斤啊 胖成一个行走的编织袋 直到2018年 李念凭借电视剧《都听好》里面的朱丽一角 再次回到观众视线内 其实李念在场后一直寻求机会付出 毕竟作为演员 回到影视剧舞台才是最快乐的事情 但是在表演的时候 是我最自信的时候 是我能够最快乐 最去享受这个舞台的时候 2003年 刘涛凭借古装剧 《还珠格格三志》 《天上人间》中 缅甸公主木杀一角被观众熟知 之后又出演古装武侠剧 《乾隆八部阿珠一角》 获得京南方奖最具魅力女演员奖 源源不断的骗约 开始找上门 但是事业迎来巅峰期的刘涛 在2007年 与京城四少之一的王柯登记结婚 2008年举行盛大婚礼 之后刘涛选择退出娱乐圈 安心在家 降伏教子 但是天不随人缘 结婚不久 丈夫王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公司破产 为了帮丈夫还债 刘涛生完孩子之后 就紧急复出 最辛苦的时候 四年结了25部戏 着实令人心疼 如今刘涛凭借在热门电视剧 《欢乐送狼牙榜》里的出色表现 逐渐站稳了脚跟 夫妻俩人恩爱的画面 也让人羡慕不已 也算得上家庭事业双丰收了 1996年出道的苗圃 如今已经有20多年的表演经验了 但是演技不俗的她 始终没能大红大紫 直到2012年 穆归英挂帅的火热播出 使得不少人记住了苗圃 眼瞅着就要晋升到 大红大紫的演员行列了 没过多久就传出 苗圃已经跟大自己 21岁的富商低调结婚了 之后慢慢淡出影视圈 过着相互教子的低调生活 如果她在孩子大了以后 还是选择出来拍戏 并没有在家做所谓的全职妇太太 从2017年开始 几乎保持着每年一部戏的节奏 曾经的拼命三娘 现在开始学会放慢脚步 享受演戏了 如今很多大家心中的豪门阔台 都开始慢慢复出 看来作为演员 影视剧舞台一直是他们热爱的地方 咪咕视频独家策划